这个阔太突然意识到自己精心挑选的财团儿媳 竟然背着所有人干着剑不得光的事 气急败坏的她将衣服扔到儿媳身上 不知廉耻的儿媳还在叫嚣着 忍无可忍的阔太一巴掌将丽莎打到在床 婆婆有生以来第一次向自己挥手 丽莎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阔太将丽莎带回家中 不知悔改的丽莎 还在滔滔不绝说着丈夫等事 就这样丽莎的无耻再次惹得阔太大大头手 如不是儿子的及时赶来后果可能不该选项 看着儿子维护丽莎的模样 阔太不停心疼儿子的同事 还要隐瞒儿媳不堪的事情 她无比亏对儿子 但为了家族的稳固 阔太还是选择违背良心转身离去 夜晚内心无比煎熬的阔太 看着儿媳手机中一家三口的照片 心中宛如万剑穿心般的疼好 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的 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当阔太听听对方证实儿媳背后之人 她再也安耐不住 她警告男人无论她是谁 无论在天涯海角 胆胆在靠近丽莎半步 并会让她失衡电影 转天阔太来到丽莎面前 再次警告丽莎不要得寸进尺 殊不知 丽莎不仅嘲笑婆婆是个胆小鬼的好妈妈 甚至一度叫嚣如果在怀疑自己 随时可以为孩子做亲子鉴定 丽莎的叫嚣确确确实实戳中了阔太的心 因为只要做了亲子鉴定 调换孩子的事情便会被揭发 这一幕本想动手阔太 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去 转天清晨 阔太在睡梦中惊醒 梦中她清楚地听见安娜向自己索要孩子 整日在调包孩子和儿媳丑事中煎熬 此刻的阔太逼迫自己必须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当天下午 阔太来到安娜的家中 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 先是感叹彼此的缘分 随后刚要说出调换孩子的事情 一个男人的闯入让阔太欲言又止 见安娜家中来客人 阔太借由先行一步离开 回到豪宅阔太便命令丈夫尽快出国定居 但却遭到丈夫的极力反对 不明所以的丈夫第一次没有选择顺从字 阔太很是气愤 她便警告丈夫如不离开 日后会有不可控的事情发生 妻子莫名其妙的行为让丈夫很适应 晚餐 阔太擅自说出为了孙子的身心健康 打算离开这座城市出国定居 母亲突然地决定让皮特很适应 但一旁的丽莎却心之肚 甚至还在嘲讽着婆婆的强势吧 丈夫为让阔太找不面 便决定会在新的城市为儿兮满下属于她的房 面对金钱的诱惑丽莎立即眉开眼笑 阔太本以为丽莎就此能消停 殊不知 转天的下午 丽莎再次来到那间小屋 去见了那个魂牵梦绕的人 她先是告知男人自己即将离开这座城市 随后便提出如果男人想与自己离开 可以为她开一家修车厂 如此好事男人怎么会放过 回去的丽莎 虚情假意地来到丈夫的面前 无比热情告知丈夫 希望在新的城市为自己投资一个赚钱的事 被丽莎迷惑的匹克 心疼丽莎为自己生下儿子 便答应了下来 而另一边 没等办好出国手续的阔太便被护士找到了 此刻护士过得穷困潦倒 她认为拿了阔太的钱 她会导致自己恶月连连 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于是她要揭发掉包孩子的所有事情 我看了你 就算了 我看了我 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 感谢观看